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哲學生紀錄 那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出完主持人家在雨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放片 所以我們活動提早到7點 但因為我們剛剛 各個技術問題才剛用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麻煩 我們就開始放片 那哲學生的慣例會有自我介紹證明 我們全部都能拿到放片完 再開始 但是在一開始我們先請我們今天要放的 紀錄片祝你逃避的導演 參與導演先來 鼓勵大家來打釋照的 參與更麻煩 哈囉 大家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 不過今天我們的心事比較特殊 就是我們今天 會後就是我不會在這裡 但是如果看完影片 有特別需要我回答的問題的話 我會在床登的攝影師後面跑出來 然後今天我們可能 會後的座談會做一個拍攝 所以如果有 有願意 一步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 就是到我們四大場的鏡頭 就會 對 對 那今天特別設定了這個主題 它有一些特殊的意義 因為今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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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依依的溫徒老師 他也是我們 那中的拍攝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讓他來談 今天要試練這個意義 會特別有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 才在武林高中 做了另外一場方面 那那一場是會特別針對 就是教育的這一塊來 從這個影片找一個角度來接觸 然後今天 然後等一下我們 特別想要來談的是 有關於生死的這個意義 好那就是 請大家先去下影片 謝謝 謝謝 我們再幫 講者還有導演 好 再鼓一字掌 好嗎 那在講者開始之前 我首先簡單講一下 我們今天我 整個講座的時間到9點半 在 前面會是兩位的分享 後面我看情況 會留時間給大家QA 但是如果9點半的時候 結束了大家還可以在這裡答一下 OK 就來列帶我們 我們可能可以帶稍微晚一點 所以呢 有問題在 可以看之後 到結束了還是可以問 好 那就先讓我們讚揚大家時間 那我們時間將會 要講這裡 來 好 大家好 我是崔比詩 現在來四季荷安富幼鎮所 那我自己成立的一個工作室 在好運工作室 是 就是 為了要補足 就是說 大家在影片裡面看到的是 居家 是另外一種生產的可能 那我覺得 我在診所裡面做溫柔生產 其實是希望達到 就是可以提供產富一個 類似像居家這樣 低醫療介入的環境 可是 當醫療必須介入的時候 它又隨手可得這樣子 那因為今天從 為什麼要講到生死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先舉個例子 我才前幾天的一個接生 然後 因為我們同事就摳我 我說 陳醫師那個已經 尼恩富爾就是 已經幾乎接近全胎了 那我們大家檢查起來 都覺得 這個產富應該生產不滿順的 所以它 通常我們第一胎 接近全胎 必須要等到胎口順利往下降 它會預期說 很快會生 可是因為 大方檢查都覺得說 它產量很順 那接近全胎 還可以趕快叫我去診所這樣 那 去診所的時間是12點多 可是其實它後來到隔天 早上10點多才省這樣 那後排預期再怎麼晚 大概兩三點會省 所以其實到後面又卡住了 所以產成其實蠻 蠻不可預期的 那我要說的是說 所以我進到它房間看它 它看到我的第一句話說 陳醫師我生日在被翁仙啊 大家可以想像說 就是已經 因為到後面這段時間 已經痛到極致了這樣子 那它躺在床上看到我出現了 然後就想說 如果醫生出現 是不是已經快要生了 可是它就是用一種半迷流的狀態 所以我用生日在被翁仙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正在生小孩 它在生 那可是它用往生 就是我覺得台語也很可愛 就是很有趣 用往生 因為我們必會去講死嘛 尤其生小孩這件事情 我們更必會 可是我覺得台語很傳神的 用翁仙 就是說死其實是往生 下一條生之路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是非常 都非常有含在裡面的 那因為我們其實 跟所有的產家在生產之前 都會討論生產計畫書 可是我都會跟他們先 從死亡開始講 那我今天要講 就是整個運程到生產的 三個 分成三個間段 講生跟死這兩件事情 就是說 大家 因為剛剛也有幾位 是準備要還運的 那當你們好不容易懷孕了 驗到兩條線 等到你剎那 你開始跟這個懷孕胎連結了嗎 就是說這個議題其實是一個 你要說它宗教的議題 或者文化的議題 哲學的議題 什麼的議題都有 可是大家對於胚胎什麼時候 是有生命的 其實一直都有爭議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東西 那現在因為那個驗孕的市值 越來越敏感 以前我在當住院醫師的年代 大概我90幾年的時候 那個大概要過期個兩三天 就是假設你今天是月經應該來的時候 你現在驗還不會兩條線 那可是現在這個市值就是生化的技術 越來越進步 其實你月經還不用來 前一個禮拜就已經可以驗出兩條線 那可是 可是 懷孕這件事情其實大部分是不成功的 就是它大部分沒有成功的懷孕是 就是因為兩個就是要長成胚胎的這個胚胎有問題 所以它有一個自然排斥 身體會自然排斥 就是會有早期的流產 可是在以往如果沒有驗孕市值這件事情 你可能只以為你這次的月經遲到了 或者是說這次月經那樣怎麼那麼多 不會去想說自己懷孕了 那可是因為現在兩條線你看那個就是 你懷孕了 所以你開始面臨說 你要不要覺得它是一個生命的問題 那這個議題如果要更複雜的 就包括說早期的 我們要講人工流產墮胎 就是如果這是一個你不想懷孕的懷孕 你要就是終止懷孕這件事情 那就會又牽扯更多大家對生跟死 對生命什麼時候開始的定義 也因為這樣很多國家在做它一個意義上的爭論 其實是很多的 那我覺得這個初期就是這樣 那我面臨到最多的問題是 其實我現在看這些初期的懷孕 如果它沒有長起來 心跳沒有長起來 或者是說心跳長一長又停掉了 我踩的是比較順行自然的態度 就是身體其實有一個自然的基點去抬掉 這個沒有成功的胚胎 可是現在我們的技術太進步了 你可能這一次採檢然後醫生看到你 就是心跳停了就會說 那就拿掉吧 就是我們就安排時間手足又把它處理掉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就是我可以容許的時間 好像比其他的醫生還要長一點 最常我等過三個禮拜 讓他自己排掉 那我就覺得說我們 我們不相信我們的身體 都從很早就開始了 就是說對懷孕來講 我們都不相信他說 如果他沒有長起來 我們身體有那個能力把它排掉 就是急診要去處理到他 因為就覺得他沒有心跳長不起來 我要立刻讓他消失在我的身體裡面這樣子 對 那這是初期會遇到跟生死有關的狀態 那到了懷孕中期 大概就會開始產檢 就是檢要驗姿衣 抽氧水拿 就是看這胎有沒有正常 那這個時候面臨的一個生死抉擇就是說 今天如果驗出來染色體有異常 要不要留下他嗎 做產前的檢查的目標也是這樣 那我遇過 我說這是兩端 就是說兩個極端 一個極端是我什麼檢查都不做 不管怎樣我就是會生下他 一個極端是我盡我所有的能力 做了所有的檢查 我要確定他是安全 可是大部分的產婦都在這中間擺盪 所以這就是很多孕婦在懷孕中期會掙扎的原因 包括今天驗出來的異常 如果不足以威脅到生命 可是他會是一個很明顯的缺陷的時候 要不要把孩子留下來 這是很大很大的檢查 那因為台灣的優生保健法 賦予媽媽的一個權利就是 我若覺得這一胎會影響到我的家庭 影響到我的身心 影響到我任何的事情 我覺得他不應該留下來 我就有那個權利終止他的生命 對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看待他的事情 因為大家很多的討論也會說 過多的產前檢查 是不是造成媽媽過多的焦慮 可是更深一層那個焦慮 或許是來自於 你要決定這個孩子能不能留下來 那等於是交給爸爸媽媽一個 判自己孩子死刑的機會 這樣嚴重一點就是這樣 那我其實我那時候剛開始當主治醫師 剛開始接生的時候遇過一個 我一直到現在都還常常在反省檢討的案例是 大概二十週五個月大的時候 我就看出他有吐唇 然後爸爸媽媽回去商量了一個禮拜之後 回來說陳醫師你幫我拿掉他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我們受的教育的過程 我們會覺得吐唇是可以修復的 可是大家如果把自己放在那個爸爸媽媽的 角度來看他會開始去放大這個 要說放大 就是他一出生他就面臨可能需要 有一個大的手術去修補 然後你餵養他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那你會開始去擔心說他以後在學校會不會 因為臉部的跟人家不一樣被嘲笑 其實很多無關生死 可是很多的東西其實會讓人想死 我這樣講大家可不可以比較明確的知道 那那個掙扎其實是很大很大的 結果後來我說我不行啊 因為你這個生出來是可以修復的 我不可以幫你拿掉 可是他們後來還是去找了一間診所 把它拿掉 而且丟了一句話給我 其實雙方都很不開心說 要不是你在這個周數看到 就是其實法律有規定20 現在是24周之前是可以流產的嘛 那因為我看出來的時候是20周嘛 他說你如果超過那個周數 看出來我就認了 所以判死刑的是我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還蠻沉重的 可是 對 因為這在我經驗過程當中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 所以後來 在看到拓唇我的處理上 會非常的謹慎小心嘛 對 就是跟他們再多聊聊 可是第二個看出來的 後來也 就蠻難過的事情就是說 好像 好像是我極力勸下來的 就是勸他們保留下來 結果那個責任回到我身上 就是說 為什麼我在孩子出生之後 沒有持續關心他們 就是說 當然就是 接生嘛 生產之後 然後住院這段時間 然後就回家了嘛 而我意思是說 他們的預期是 我要關心這個孩子一輩子 因為是我當初勸他們留下來的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嗯 布傘哥真的很不好做喔 那 可是我覺得這個議題就是 讓我們重新去省思說 到底懷孕這件事情 可以有決定權的是誰 我講到說產中的檢查 那我之前去參觀一個那個 基因的研究室 他們說 其實 你現在如果有錢 我可以就是在抽氧水的時候 把你這個孩子 所有我們現在跑不出來 基因全部跑出來 那我問實驗室的主持人 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我如果是這個小孩 我其實不想讓我爸爸媽媽 把我所有的基因都跑出來 因為你怎麼知道再來 會不會有說我是壞脾氣的基因 我是 什麼什麼什麼的基因 然後結果爸爸媽媽在懷我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對我有這些想像 包括一些比較微小的缺損 他們是抱著這樣的心在懷我的 那我出生之後 我怎麼樣跟爸爸媽媽 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那我並不希望我的基因 被這樣在肚子裡面就展露出來 可是我爸爸媽媽卻有權利 在我還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去花錢把我的基因全部做出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可以重新去想的 而且以後如果真的那個基因 那麼細到這種程度 大家都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我可以因為他壞脾氣 因為他以後會怎麼樣 就把它終死掉嗎 所以我覺得生死這個東西 其實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一直一直在出現 那等到孕期進展到最後面 開始要準備迎接生產 因為剛剛很多人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說 就是居家生產的危險性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才說 在討論生產計畫書的時候 我會跟產家就生產的危險性 這件事情做很詳細的溝通 那我目前的想法 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的是 生產的本質一定有它的風險存在 我自己生小孩是先寫遺書喔 今天不是我是婦產科醫生 我生小孩就不會死喔 然後今天就算發生這個危險的幾率是1% 我遇到了我就是1% 因為之前曾經有病人 就是拿那個病的發生率 大概是3%還是4%好了 然後他就說 那我為什麼不是那97% 我說你遇到的就是100%啊 他說不是 那應該是你沒有把我醫好 所以我從那個3%跳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要不斷的去強調就是說 今天一個病發症發生的幾率再低 就算他是1%1%2% 發生在你身上就是100% 那個沒有人可以去抵抗他的 然後我另外講的是說 包括今天一個媽媽決定要生第二胎 他是冒著第一胎會變成孤兒的風險 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這個我剛懷念的時候都想過 所以我希望我的產家知道 這些事情我們再來討論生產計畫室 那我覺得這不是什麼 我上次有一次這樣講 然後就被人家趕出去 不要就是請我去講的人 就說你不要再講了 下面的裡面都要離席了這樣子 因為我在那邊講生產這樣子 可是所以我們的標題會說 你不知道死亡這件事情 你要怎麼知道生這件事情 那生命的本質本來就是生死是一起來的 所以為什麼不講死的時候要講翁仙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風險是生產裡面 必須每一個進入生產的人 就必須要去面對的東西 你不要避免去談它 那談了之後你接受它了 你可以是從容就義 也可以是被推上去的嗎 那我寧可我是從容就義的那一個 那當發生任何的東西 我都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對這些東西 那所以我才說 其實從懷孕到生產 每一個階段其實我們不斷地 重複的在面臨生跟死的抉擇 那生產的時候的風險 我要講的就是說 它不會因為你今天選擇 怎麼樣的生產方式而不發生嗎 選擇怎麼樣的居家 或者是在診所在醫院 今天如果會發生羊水痠塞 一下子走掉它就是走掉了 可是對大家來講 大家會覺得說我在醫院發生了 已經沒有人可以救我了 我就接受它 可是今天如果在家裡 大家就會怪說 都是因為你選擇居家 所以走掉 我就是在邏輯上是 我想去澄清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能夠接受 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而不去怪罪於說 我做了這樣子的選擇的時候 再來選擇這樣子的生產方式 那因為剛剛有一位 提到說產後的觀察 其實我們接生不是只有 跟孩子出來那一剎那 我們就完畢了 其實產後才是危險開始 所以很多媽媽喜歡問我說 澄清你接生的時候 會不會緊張 其實我不會緊張 我會非常全程灌注 可是我的全程灌注 不會孩子出來我就鬆了 要一直到開盤出來 開盤出來之後工作是好的 孩子活動力呼吸都好的 媽媽狀況都穩定了 我們才能算完成工作 所以交代說 他有等過三個小時的開盤 五個小時 所以在開盤還沒有出來之前 所有的工作都還算完畢 所以剛剛有人提問說 那產後如果在居家這一款 今天居家有時候有點 我有一點要澄清的是說 居家不是只有媽媽自己生 就是影片裡面的呈現 也是有駐產師的專業 所以駐產師是一個專業 這一點是我要特別澄清的 所以專業就是要負責照顧到你 安全無余之後他們才會退場 那所以再扣連到我剛剛講的 不管你選擇怎樣的生產方式 或怎樣的場所其實危險一直都在的 可是專業要提供的就是 你去管控這個風險 你想要誰來幫你 那所以就是說要先想清楚 自己對生對死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再來做生產的選擇跟決定 那一旦你做的決定 你要跟接生的人 好好的去討論這些東西 你要完全了解 那我就說我以前在醫院 其實最怕那種就是產家進來 然後孕婦就直接說 醫生我一切都交給你了 那個就完蛋了 就是說她一切交給你的時候 一旦有閃失都是你的錯 對 那可是生產這件事情 我們不斷強調生育的自主 然後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主 所以當你在宣示一個自主 自己做決定的生產方式的時候 你是把這個責任自己扛起來 那當然專業的部分 要提供專業可以負責的部分 那可是我們是一起去完成這件事情 而不是我進來說 醫生我什麼都交給我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再去想一下 所以我今天就生死 然後再懷孕跟生產的這個部分 有這些階段 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那當然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再問一下 其他的東西 例如我的20分 好強喔 你看到時間20分 神奇啊 不愧是醫師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 可是我沒有那麼精準 我現在都很會脫 然後又常常會出錯 然後就是 我本來有幾張照片要給大家看 我想應該可以 就是 就是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嗎 好 沒關係在他們畫不下 其實只有幾張也不用期待太高 那 然後那個 應該是在這裡嗎 應該是可以 現在那個出聲音的就是小動畫 按一下 按一下 這樣講不可以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那我 呃 本來 本來 我的住產是在那裡 然後他是 原本要在 我原本想要再加醫生 我連生產計畫書 什麼都寫好了 然後 那個 做好所有的準備 都準備好了 然後那個 那個 他還把生產的工具都已經放在我家 喔 好 密碼 用密碼 喔 對 密碼 我突然想到一種 好 這是 這是我的 第三個小孩 他叫 嗨 嗨 嗨 很可愛 對不對 對 對 好 然後 我剛才說 本來 這是一個 我在想說 對 我的生命確實有很多被預期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確實真的差不多我預期很大 就是本來都已經準備好了各種東西 連那個真的那個包包都已經在我們家 我還想像所有生產那天會發生的事情 我還聯絡好所有的朋友 然後第一順位 要打給誰 然後大家要來我們家怎麼樣開party 就是那個生產完 以後還要把開盤煎來吃那樣子 就是所有的那個想像都已經講得很美好 然後一直在那邊談談談 可是他就一直不出來 一直不出來 我的預產已經是11月20幾號 21號 然後就一直拖拖拖 然後那個醫生就一直說 不能再拖了 就是一直到12月 他後來是12月 12月9號出生 也就是12月8號去醫院 你看我已經拖了兩個禮拜 多一天 那對醫生來講 他覺得這樣子 胎盤經逐漸老化什麼什麼的 對所以後來大家看到的狀況是 我已經拖過了一禮拜多 然後所以就只好到醫院裡面去生產 就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叹氣的這樣 然後呢 而且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後 就是我的禮拜會延後也是一個預兆 就是說其實對胎安來講 他就是一個染色體異常的孩子 好啦 現在看起來還不錯 他已經會爬樓梯了 就是這樣子爬 可是他已經一歲三個月了 對他就是他的染色體異常在15噸 但是我到現在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慶幸 我沒有在更早之前 唸出他的基因有異常 沒有唸出來 然後就是都非常的正常 那如果我在那時候 他們告訴我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去查相關的資料 第15噸來社體會怎樣 然後就會把所有很可怕的狀況 一定會在我腦海裡一直預言一直預言 最後我決定有可能就會跟那個 吐吹的孩子一樣 那我就會喪失掉 不然非常美妙的可能 我真的覺得好慶幸說 我那時候真的都不知道 可是我那時候還是去做了那個 那個叫什麼 羊膜穿試 對 我也做了 可是我明明就是一天到 我跟人家說 我就是要生下來 可是你幹嘛要去做那個 然後這個 這個感覺就很像我前幾天在對發跳 其實我一看那個時間 早就過了對角期限 就是我在對一個9月10月的 然後我一面對一面 祈禱不要中獎 不要中獎 千萬不要中獎 但是我就是想要知道我有沒有中獎 就是那種感覺 可是我一面對一面 就是希望千萬不要中獎 不然我會很傷心 千萬就 就所以看到那個數字有一點對 我會有點心跳這樣子 但是終究果然是沒有中獎 然後就會覺得 真好 果然命運就是一樣的 知道跟你知道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萬一我中了第一特角 可是我已經過了一面 講期限 我必須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真的有預言過這種事情 我就想說 一千萬 然後我就這樣子一破 就是那個 如雲煙一樣的 就是去面對這件事 我在想說我要怎麼去看 就很多人就說 好既然已經過了 何必要 對不起 幫我晃一下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剛才按太多下了 不小心按到後面的劇情 好 總之就是 我正想 他剛才曾經說的這個生命的可能 就是有一種人就是會這樣 他就是很想 我在想說我為什麼要做羊毛串 其實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我要知道 就是我覺得一定不會有問題 可是我要他就是醫生告訴我 不會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然後我有種自信就覺得 怎麼可能 那個幾百萬分之一 那在怎麼樣懷孕的人 而且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都很擔心他們的身體狀況 懷孕之後可能會生出不健康的寶寶 後來都表示很健康 所以我都覺得那邊幾率非常的低 所以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我一定是那種 反正是不會中獎 就是幾率很低 一定不會去是那個百分之一 結果我竟然中了那個兩萬分之一 對 海昂是兩萬分之一的寶寶 就是兩萬個裡面會有一個 小胖胃症的孩子 他是 然後 我要回到這個胚胎剛開始 就是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玉琳老師 不是 玉琳醫師說的 說 那個 剛開始懷孕的時候 這是剛開始胚胎孕的 很小的時候的樣子 哇 我覺得我那天 而且這是在4月7號 7週 欸 7週欸 然後這裡4月7號 4月7號 多麼重要的日子啊 對 就是正南龍殉道的日子 我在這一天 你知道 你知道孩子來臨的消息 我覺得真是充滿了光彩 就是覺得 就是跟一個我的偶像有連結這樣 就是這一天 然後他告訴我我存在 而且那天的心跳非常的亮 就是他這一天已經有心跳 而且很亮喔 就是這樣 砰砰砰砰 我覺得看了好開心喔 然後那種 就是 有支持我那種生命的感覺 有照亮的感覺 然後可是我 這是我在臉書上找 因為我已經找不到這張照片了 我的照片弄得亂七八糟 然後我只好去臉書找 然後找到以後 我發現我是在 6月20號才公布 才講的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 三個月不能講 對 那為什麼我會有一點這種顧忌呢 是因為我前一胎 我前一胎我一開始知道我就講了 後來12週的時候 他就變成這樣子 什麼意思 這個剛才我跟小魚 小魚是小豆花的哥哥 他剛才我們有個對話 他一直看著這個 他說這到底是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 你告訴我這到底是什麼 我一直說你等一下就這樣 你等一下就這樣 他一直不放過我 他一直告訴我 你告訴我這到底是什麼 好我只好跟他說 這是胚胎 你最小最小 你在貓他肚子裡 剛開始的樣子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就說 所以他之後會慢慢長成寶寶 然後我就說 不會 他已經死了 蛤 他突然這樣 我想死還是蠻沉重的 雖然對海子來講 他是 他還是小孩 可是他突然間就覺得 就是嘆了一口氣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 對 我覺得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還確實是 這個胚胎 他就是在我知道他沒有心跳之後 也是那個醫生告訴我 沒有心跳了 然後那時候他說 你要不要安排一天 來動手術把它處理一下 那時候我有點不甘心 就是 就覺得 怎麼可以他說的算 所以我又跑去另外一家醫院 那個醫生 比較那個 可能跟陳醫師很像 就是 他就說 嗯 對 確實是沒有心跳 不過你可以等等看 他可以自己 你的身體會自己排掉 所以我就等 可是你知道 那等的過程非常的煎熬 就像這樣子來跟人講 然後我就想說 等一下他會不會自己突然間 要出來 就是那個 有一天半夜的時候 我突然肚子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我就真的 我就知道他要出來 然後呢 要出來我就自己到廁所嘛 然後就自己 那不是生產 但是總之就是把它排出來 然後那時候 排出來之後我就去撈 我就想我一定可以撈得到他 果然就這樣撈囉 另外一片血水嘛 然後就真的把他撈起來 然後那時候是半夜 我還把我們家小孩 全部都叫起來 還有老小都說 你們看 這是小阿三 然後我就說 蛤 小阿三 所有的人就這樣看著 然後這個手是 我就說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捧他一下 然後這是我們家女兒的手 然後他就這樣子 拿著他 小阿三你還好嗎 我說他已經死了 後來我們就決定把它埋在樹葬這樣子 可是這個 這一個過程真的讓我感覺說 其實這個時候到底算不算生命這件事情 因為這時候我正好在 我不知道我沒有寫 如果這時候我沒有在寫論 我會不會去面對那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曾經墮胎過 很年輕 可是我一直不願意去面對這件事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經驗 從來就不敢 我連在我的腦海裡喚起這件事情都不願意 就是它是在我的記憶非常非常 非常幽暗的地方 我已經把它埋起來了 可是這個事情 會讓我聯想到那件事 而且我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嘗試 我為什麼要把它埋起來 就是墮胎這個經驗 對女性來講 真的是一件很 非常非常沉重 然後它可能要背著走很久很久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是在面對這一個佩態的時候 我很認真的去把我之前的那個 在記憶裡的那個生命把它放下來 不然它就會一直埋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對於我一直是一個人 我也是很多 其實跟現場很多人一樣 也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然後做性別運動也一陣子 但是我自己卻很 幫我一下 就很難得要去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回應剛才醫師說的那三種部分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來講生跟死 如果我們說面對生命到底是怎樣 包括我前陣子開去看了24週那部電影 24週 我說現場有沒有看過嗎 你看過對不對 我自然問死你推薦我去看了 你有看過嗎 我在那個電影院最後的時候 我真的簡直是氣不成聲 我覺得好難過好難過 難過到就是整個就快要爆炸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這麼難過 那他也是一個基因缺損的孩子 可是他選擇把他拿掉 他就這麼簡單的劇情喔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他的鋪陳 我知道在面對自己親手 要把這個生命解決的那個 那個承重 我覺得好 真的是太難了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我就又一直聯想到我的孩子 就是說他也是一個基因缺損的孩子 在那一刻我真的很希望劇中的人 能夠選擇把他生下來 我那時候真的有這一層自私喔 就是我真的很希望說你不要怕 不要怕為什麼要這麼快呢 然後有一部電影叫千鈞易訪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情況 所有的基因所有的樣子 所有都會被盤了出來 然後他們會一次做很多個配胎讓你選 然後就會抽掉那個禿頭的啦 心臟病的啦 然後以後會什麼 就是那些基因全部都會被 就是會被剔除掉 只保留最完美的基因這樣子的事情 那會不會也有驗出 比如說殺人的基因 或者是偷竊的基因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壞胚子的基因 然後之後也很快的把它 在這個時候就死行了 我們的世界就會越來越一樣 因為大家就會是那個 大家想像中那個完美的樣子 就是最可能是最健康最 哈哈哈哈 我覺得真的會有可能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發展到那裡去 然後大家就會長很像 連臉都很像 因為那個臉不確實會被拿掉 那個這邊什麼大小野也會被拿掉 好 總之呢 我也要當一個那個精準的人 好 這是後來阿陽出生的時候 我們拍的照片 我總算可以摸到他的小腳鴨的時候 剛剛才那張是不是非常的笑 就是一個生命在手中的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那剛開始 我很想分享的是說 其實在他剛出生的時候 他不明的就是有各種狀況 比如說他沒有辦法自主呼吸 他身體非常的癱亂 然後他的就是那個肺部的那個 就是很難處於肺部的 那個叫什麼 就是西路 哇 好啦就算這樣 反正講一個很 就像這樣有沒有 就講一個很專業的名詞 那就試了啦 不然我們整個做什麼 他有很多很多的狀況 然後醫生也是忙著交頭浪 就是做了各種的檢查 就是沒有辦法知道他到底怎麼回事 那時候我的心也非常的糾結 甚至我真的有覺得 會不會下一刻去 因為他們已經發那個病危通知了 就是要去那個加護病房 然後就發那個病危通知 那時候講說 忙這一招幹嘛啊 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一下子他已經走到這一步來了 我要面臨的功課好多喔 可是他慢慢的一步一步撐過來之後 然後就是慢慢答案也揭曉了 就是他果然是那個就是基因 就是染色體有狀況 這時候我覺得突然就是 我就知道我的功課是什麼 我接下來要面對他慢慢的長大的這些 就是長大即將要面對所有的事情 我還是覺得就是好高興他可以來啊 然後我真的可以跟著他一起去面對 非常不一樣的世界 但是他帶著我來做 我何其榮幸 真的我後來真的覺得每次想到這件事 都會感動到覺得很想落淚這樣子 好這是無名義的臉書上面寫的 雖然他寫的文粥粥的啦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 我覺得他講自由這件事情 豐富的色彩是怎麼一回事 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如果生可以自由 那他一定要包含死這件事情在裡面 所以他會說 自由豐富的色彩 接著我們的生命 他喚起我的已知 讓我們身體狀態確定的事實 好後面重要的是 有人用堅忍的活著來喚起這件事 有人以死去來喚起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這是一個提醒 就是死這件事可能沒有我們想像中 應該說他會是一個狀態 有一本少年小說叫做永遠的禮家 他在講一個不死的生命 就是有一家人不小心喝了不死的泉水 然後從此他們只做一件事 就是叫別人不要喝那個泉水 大家懂個意思嗎 不死的生命 生的超無聊 對 那個狀態是我們男人 他們是無法忍受的 所以他們不讓別人去喝那個泉水 好 我很精準 好 時間到 謝謝 謝謝 所以你們拿開的時間是這樣 然後我會拿錢這樣 好 那 嗯 接下來我想是一個開放給大家提問 或者你們要留言也可以幫導演的人來問 我們剛剛講的蠻奇怪的 我們講很多層次的東西 從EL上到後面的社學的部分 所以大家有沒有什麼 現在就想先出來跟我們講著一場互動 或者我覺得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要請他們再抽獎一次也可以 對 對 這是有互相提醒的嗎 沒有 我們就有講說20分鐘 反正我是要給他30分鐘 可是他還是很精準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案例非常非常的多 他已經很協志了 大家如果有問題 他可以拉出一連串的故事 因為今天的主題 因為今天的主題 我想到一件我以前跟那個人 對是誰 都認識過的一個問題 就是 在可能高中左右的話 那時候 那些層次的老師會放那個做的事 然後我和其中一個人 就是有的完全相反的想法 我想要兩種的 就自己的事情的想法 然後在高中或是在學校裡面 播這樣的影片 然後寄一件 寄一件 然後就直接就寄一件 拿緊刀一件 剛剛在這裡再散一條 謝謝 保護當時 保護一下當事 謝謝 所以不是你提問 對不起 因為我比較老一點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沒有看到一個 那可是我有聽說 因為其實剛剛也有 也有朋友提到說 看了 剛剛這一部片 可以調查一下嗎 沒有生過小孩 也沒有生過小孩的人 因為看了這一部 而覺得生產更恐怖的 可以舉個手 好 那因為看了這一部 覺得生產原來是可以用 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方法去生的 請舉手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我之前 對不起啊 因為那部其實是很不好的教育的影片 我必須先審理 其實剛剛幾位提的都是同一部吧 才實現 對不對 那我上個禮拜是 這一部是在長根的那個 就是來參與的大部分是醫學生這樣子 那第一個舉手發言 就是說其實不應該放那一部 應該放這一部這樣子 那或許在那個時候 這些那個世代的女性 大概比我年輕十歲吧 從英國幾年 然後 然後 那個 大家就會 不一樣的 對生產 我覺得那時候是一個 還是比較威權的 角度 就是說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有多恐怖 你們就不敢 我跟你講 就是 殺人會 會是死刑 我們就不敢 去殺人 可是是這樣嗎 應該不是吧 好 所以我覺得 那是那個年代的那個 狀況 所以上一次就有一個 所以觀眾跟我們回饋說 其實國小 國中都應該放這部片 可是我們要請導演說 就是這部片 其實小學生看不到 應該可以這樣說 就是我們的國家 有比較多電影法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電影法裡面 如果你的片 是要在院線幫 或者是在實展幫 的話 必須去申請 一個教育 學生 所以大家會在 院線裡面 就是要從圖啊圖啊 圖啊 圖啊 就是這個有來 那 像我們這樣的影片 會有參加影展 去演出一些分級 但是那個分級之火 第一次演出賽 除非我們有上面前的打招 或我們要去參加另外一個影展 還要再重複分級一次 就這樣 那第一次影展的分級 我們被分成 12歲以下的人不能看 也就是說 在影片裡面出現的所有的小孩 都是不能被允許進入戲院去觀看 但是這個 這個只是我們那次影展 就是說 在我們這樣的防禦 在防禦湯 並不會約束 只是那個分級 讓我們覺得很有趣 就是 那個評審的意見 是他們覺得 沒有出現 裸露 色情 解心 然後就對 然後就對下人 還能造成性命的傷害之類 那個 那個墮胎影片 我 等一下 這是兩件事 一件事 那個 那個影片 我覺得 因為我也沒看過 我很 我不小心退老嗎 可以問一下有看過的人嗎 我也沒看過 有看過這部影片了嗎 距離 距離 你看過 好啦 有看過的舉個手 好嗎 我可以知道一下 有看過那部很可怕的墮胎影片 所以 1 2 3 4 5 欸是我前面的 6 7 好 手放下 那這樣也還好 但是我 我聽到的朋友 好多人都有看過 然後據說那是一件 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墮胎影片 但是事實上 墮胎並不是那樣吧 對 就是 它是把它弄得很可怕 可是真的 真的 墮胎就蠻可怕的 可是那個年代還沒有R4 8 6 那個年代還沒有R4 8 6 那個年代還沒有要流產的方法 所以它是用一個那個 據說 我也沒看 就是非常殘忍 然後告訴你說 那個流產會有多危險 然後 以至於我問太多年輕朋友 看過之後 我選一題要深想 所以國家要為底深淤淤淤負責 對 那個才是要一起的影片 那個叫 那是福大 福大 又不是人 對 對 來 要講 所以 它其實被 就是被在那個中 對 那是高中 國中印象被播放的年代非常的長 對 其實到這幾年前 要不是後來 就是 其實後來有發文說 其實他們一定要 就是重視這件事 有發文進次播放體育 但是其實還是不有頭髮 所以 它其實被播放的年代非常的長 所以以至於現在 我們是它很年輕的時代 然後它是財務 那它其實 我有看過 它其實是用一種非常 七年的手法 就是說 其實已經 它 我在猜那個影片出來的年代 其實已經有 很先進的醫學技術 但是它用那種 非常早期的器械 它會在那個桌子上 把那個器械 一下一下擺出來 比方說有那種 就是你其實跟太恐怖面很像 它放的器械有點像是 比如說那種什麼鉗字 而且都是很大隻的 可是據我所知 其實應該 後來的器械其實都是非常小 但是它就是很大隻 就是一下一下擺出來 所以那當然還有後面它夾 然後就又把那個 就是 總而言之就是 對 它就是用一種很 很原始的方式去用 應該說 它用很早期的東西來欺瞞 很後來的人說 欸 一直都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 它知道那個恐怖氣氛是這樣 就是它其實 這個是一個欺騙的說法 因為 醫學的進步其實 但是我覺得我遇到一個比較好的老師 是 我記得我們的那個 我有點忘記是 加正恩 軍訓 軍訓還是黃軍老師 我記得那個老師其實有說過 他說 墮胎 影片我們解釋是它犯還是學校犯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老師其實同樣提過 他說 就是你會聽到人家說墮胎很危險 可是他說其實生產的危險性 可能比墮胎還要大 就是我的老師曾經講說過 所以他不會去煤化那個 懷孕生產這件事情 但他也不會去就是 刻意的說去想墮胎這件事情 有多麼可怕 我覺得是 對 就是這是那個歷史 那個我們現場有很多 做性別平等教育的 做性別運動的人啊 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教育 但是總之是有 那我們最近就是 我們剛好也是性別評審教育指導 跟他一樣 然後呢我們最近在發展一個議題 是在未成年懷孕這個議題 那我會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好好的去面對 很多孩子其實深受其害 就是說到底 今天我們已經把性行為這件事情 多麼的 就是未成年的性行為 把它髒到一個地步 然後恐嚇他到一個地步之後 之後 然後孩子之間 如果他們的情慾到一個地步 他們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如果不小心懷孕了 我之前才剛看到不遠的例子 孩子自己學接生欸 我想說好厲害喔 他可以去當那個家帶 自己學接生 而且真的自己把孩子生下來 然後這個過程 他的孩子在他肚子裡 沒有他的親人居住都不知道 就只是當他發胖 然後他自己把孩子生下來 然後自己處理 我一想到就覺得好揪心喔 就是不管是這個大孩子來講 或一個小孩 小小孩來講 都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 然後那個大小孩 也是小孩啦 就是那個小孩幾歲啊 好像12歲吧 他生下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自己想辦法 你知道那個懷胎不是 那個生產不是一瞬間 不是一天兩天三天的事情 他是懷胎280天 好啦就是難其中 他是怎麼煎熬的 我在喚起我之前的經驗的時候 我真的想說過程實在太可怕了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教育 我心裡的教育沒有重視這一塊 沒有把情感教育沒有好好的重視 所謂孩子面對情慾這件事情 正視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這種悲劇會不再重演 我很久以前就嘗試 就已經嘗過那個苦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那種感覺 後來我碰到我的朋友說 他讀教會學校 他看到他的朋友 沒事就一直打自己的肚子 他就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懷疑自己懷孕 然後就很想用這種方式來打他 然後有人會就是一直跌倒 或者是想辦法去 就是用意外來讓孩子不見這樣子 這全部都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如果好好的正視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知道 一個未成年懷孕他可以的選擇 就是可以好好面對的選擇 其實有 他可以選擇終始懷孕 他也可以選擇出養 甚至他要留養 我覺得國家也應該要幫他 對 那這些選擇他們真的知道嗎 他知道他可以有很多人 應該要好好的支持他 好好的繼續過他原本應該過的日子嗎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意外啊 就是不小心懷孕的嘛 那這件事情 不足以毀掉他的生命了 所以我贊成落胎 然後但是我真的 我贊成用現在這種性貧教育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威嚇孩子 請示威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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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想要回應幾點 第一個是就是那個 關於懷孕的時候的基因檢測 我自己也是花了大錢 然後去做基因檢測 我現在那個抽血基因檢測還滿貴的 兩萬多塊 但是其實我跟我先生 我們一起的決定是 我要做這個基因檢測 不是去檢測出來說 他如果不一樣的話 我要把他拿掉 而是如果他不一樣的話 我需要為他預先準備什麼 讓他可以在一出生的時候 譬如說我產檢醫院可能要不一樣 我生產的醫院可能要不一樣 因為我必須要去選擇 可能有比較堅強的小兒科團隊的醫院 可以在他一出生的時候 就知道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他可以及早獲得他需要的資源 這個是我對於基因檢測 在懷孕當中還沒有出生出來的時候 的基因檢測 我暴行的不同看 我不是要把這個孩子的生命終止掉 而是我覺得他可以怎樣被延續 再來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幫那個痘癞影片 我自己也這樣子 我自己也看過 然後在我的印象當中 我當初的想法是 我高中說護理課課 但我也覺得這是一個 其實性別很不平等的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是我高中 女生上護理課 男生上去聚課 然後為什麼是女生在護理課的時候 要看這個這麼恐怖 這麼威嚇的一個 痘癞後身長的影片 然後把所有的女生都嚇死 然後看完之後 男生上來聚訓課 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女生上來護理課之後 然後就開始 對我們男生的生氣 會覺得很生氣掉這樣子 然後我們只會覺得說 通知名男生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還有我們女生 萬一懷孕的話 會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 那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應該是說 如果這部影片 必須在教育裡面可以播放的話 無論是怎麼樣的性別 他都應該要來看一下說 如果你不重視你自己的情慾 然後面對認識你自己的身體的話 可能在你的生命當中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會出現 那我自己也覺得說 就是回應到第三點 就是未婚懷孕跟未婚生子 這件事情就是 今天也看過一個報道 好像是在台灣比較偏鄉 或者是說在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不過懷孕跟未婚生子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是因為他們在就是性別的教育上面 所獲得的資源沒有那麼多 或者是他們在未婚懷孕之後 他們能夠獲得的資源 或者是能夠求助的大人 不多沒有辦法 因為大人全部都出去工作了 然後在家裡 就是兩個幾個孩子面面相聚 那如果不認識自己的身體 或是沒有被好好的建立 那個性教育的話 可能自我互相探索 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這一件事情 應該是在政府的教育裡面 必須要在上下發生 只是現在一般人對於那個性教育 都因為是同志的議題牽扯出來 就覺得說我這麼小 我只要教我的孩子自慰或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告訴你 你的孩子你如何進行安全的性行為 你如何疏導你自己的情慾的話 那其實換身的 我們所說的就是不好的事情 其實會更多啊 那不如就是在孩子還小的時候 就讓他嚴肅的認真的 認識到自己的身體 這樣也是更好嗎 我想要那個就是 只是只有一個點啊 我們現在不要再講未婚懷孕 或未婚生子啊 因為很多人不會想要走路婚姻 可是他想要選擇孩子 所以我們都會講非預期懷孕 或非預期懷孕子 就是他是沒有在預期內的 可是非預期有可能在婚姻裡面 也有可能在婚姻外 或者是那預期內的 也有可能在婚姻外 對 我有可能我不要選擇婚姻 對 但是如果我們要更自由的話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詞想辦法 因為我們這個詞已經 鬧在我們腦海太久了 就是我們會很習慣的用這樣子 不過慢慢的去把它拿掉 這個說法這樣子 從兩位的分享啊 我覺得很感慨是說 台灣人對於去直接面對生這件事情 跟面對死這件事情 我說的是認真的去看 是很在意的 就是說大家會鼓勵說 要生小孩 怎麼會鼓勵要生小孩 可是怎麼生 人是怎麼生出來的 然後那個過程 然後生出來之後怎麼養 就是所謂的 你只要生就好了 然後死也是一樣 就是對於 我很討厭一下死刑這件事情 他就會覺得說 反正那個做壞事 就讓他去比掉 就死了 可是很少人去看到說 死刑它是怎麼被 破出來的 這個判決 然後剛才陳醫師講到那個 千萬分之一 這個比例 可是對於這個人來說 是蠻可知的 那類似的話我也聽過 是說 對於這個冤案的受害者來說 這個 如果什麼請架飛機 會掉一架的這種比例 可是對於一個冤案的受害者來說 對於這樣母親來說 他就是蠻可知的 所以這是 就是我剛才一直在反復思數這個 生跟死刑 這兩個 兩端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只能幫到我的感慨 就覺得說 大家一直在想生跟死 講得好像很輕 可是直接去面對他去裏面 然後 然後 因為剛才小朋友 就是我女人在那邊看 她看我之後 她說 妳有覺得很輕鬆嗎 她就說不會啊 然後 她就說 沒有辦法放出來 然後 我自己是第二次 還這個影片 我也是看到那個 小朋友生出來的時候 超感動 然後我就回想說 我自己生的時候 就是 你根本看不到 你這好嗎 你根本看不到 下面在發生什麼事 然後 所以我覺得 看到那個 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另外 小朋友跟我說 媽媽我覺得 你先生小孩 然後她決定 她要去孤兒院 她說 好 我覺得這個反正也是她的選擇 但是 我相信她不是因為這個理由 來想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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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談了很多 那個聖跟死的問題 那其中有一點講到說 就是把那個 基因篩選 或者是過胎 就是把 視為一種 就是 喔 我在判 還沒有形成的胎兒死刑 不過 我對於這個比喻 感到有點不安 因為 就 我是溫足的 所以那個 生育的那些 只是我們有點忘了 但是 如果印象沒錯的話 其實每一次的受精 都是有好多個精子 那一個卵子 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 真正能夠受精的 就只有一個 每一次的受精 都是有好多個生命 都不見了 所以 到底是 這個用死刑來比喻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 它應該比較像電車男性 對 用死刑 對 因為死刑好像在說 我在不占國了 孩子有罪 可是我覺得 這不是在判決的事情 而是在說 我要怎麼去選擇救這個人 因為如果用死刑的名譽的話 好像讓這個父母 背負了更多的道德壓力 那如果贊成這個論述 又要同時支持墮胎 會讓我覺得在論述或邏輯上 好像很矛盾 我覺得應該是要放開來說 我們是正式所有父母 站在一個電車男體的這個標本上 然後去告訴他說 我能怎麼協助幫你判斷 我怎麼能夠讓你 能夠不會這麼的感到有壓力 或是道德的男體才對 而不是反而更讓他覺得 我在做錯的事情一樣 對 這是我的想法 有學到 對 或許在用語上要更小心 然後 我剛剛回應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在接生的過程當中 才會發現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教育對女生的限制比較多 所以女生其實要去探索 我自己的身體沒什麼機會 那當孩子要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引導產婦去碰觸孩子到哪裡 問十個大概只有一兩個願意 就是大家覺得把自己的手伸進去引導的 那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們從小被教育的 所以最近對 就是月亮杯的事情 就讓我更加覺得 譬如說我在門診 然後問說你們 因為之前沒有月亮杯的選擇的時候 我問他們用不用棉條 然後 因為包括有一些 常常反覆陰道發炎 然後因為用衛生棉不習慣的人 我建議他們用棉條 可是他們 大部分對棉條這個東西的排斥感 非常非常的大 那又最近 因為月亮杯的事情 大家重新再去 那我就說 其實女性對自己的身體 一直就是有一個隔閡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有一次就忍不住說 或許你的伴侶 對你的陰道比你還要熟悉這樣子 那 這是 我不知道是我們的教育過程 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這樣子 其實不會耶 我自己到四十歲才開始用棉條 然後才想說 其實我們一路受的教育 一個乖乖的女生 不應該把東西放到那個裡面去 什麼之類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我常常在幫人家放東西 好 所以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就是 就是 我覺得從小的 那個性別的 那個性教育 我覺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講到說 小孩可不可以參與 因為 我接生的時候 現在大家幾乎都是 就是如果是生第二胎第三胎 他們前面的小孩都會帶來 那 這個在產前生產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會討論的 那其實很多爸爸媽媽對於孩子 看到生產的過程是有疑慮的 那我們都會在事先很詳細的討論 可是 上一次有一個案例就是 那個產家其實在產前 我不斷的鼓勵他們說 其實可以孩子帶來一起參與 然後 那天他們帶來的家人是 就是產父的媽媽跟阿姨這樣子 那他們都一直覺得 小孩不應該看到自己的媽媽生產 這樣子 那那天我被摳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正要帶小孩去上學 所以我就帶去了 但是我就看到那個 那個他們的大猛 正要往外衝 一直在刀媽媽 一直在衝撞 所以我 我進門診 進診所 我就說 那你幫我帶小孩 我幫你帶小孩 就是說 我叫阿嬤幫我顧我的 他就一直說 你們小孩不是要去搭櫃 還不是要去搭櫃 還不是要去搭櫃 你先帶他去 我說阿嬤誰會幫你生 我就說 沒有關係 我可以搞定你們家的孩子 我要帶上去找媽媽 阿我的交給你這樣 然後我就好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上去了 然後我就把孩子交給他 我就把 把產婦的孩子帶進去 要看媽媽 結果他一進去 媽媽正趴在床上用力 然後他看到媽媽 他就安靜了 本來在樓下很崩潰 然後他已經開始在觀察媽媽 現在跟平常不一樣 那我當然也會去引導 因為有幾次的經驗 我知道怎麼樣去引導孩子 去觀察媽媽 現在需不需要一個幫忙 媽媽現在有怎麼樣 那大家剛在影片看 他有看到就是佳 佳音在引導小魚說 媽媽現在怎麼樣不用怕 我覺得他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結果後來因為本來 一起說今天他會生很快 然後我就說你要到水裡生嗎 他就要 然後可是我又怕水弄好來不及 那一邊弄水 然後一邊要觀察 看孩子出來了 怎麼樣這樣 後來他進水裡 用力兩下就出來了 可是就在他進水裡的時候 阿嬤就進來 嚇到阿嬤出去了 然後放下來了 帶出去了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說 生產激化漏掉阿嬤這個變相 然後生完之後我就問媽媽 就是問產婦說 這一次生太舒服了 因為他第一次主要溫柔身材 結果完全沒有派上用場 所以第二次的溫柔身材 讓他非常的滿意這樣子 然後非常滿意 可是有一個遺憾 就是兒子沒有參與到 我說他很神老三 我想要回應一下剛才說 實行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相信我們剛才在談 就是判他實行這個過程裡面 所謂用這個詞喔 我覺得是因為 因為某件事情 我沒有很 我並 我是很反對實行的 然後 所以 所謂的判他實行 這樣子的用法 我自己覺得 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就是說 我因為 也許是因為我不想要讓他生來受苦 就是因為知道了他的各種限制 這個孩子有可能出來之後 會面臨非常非常多的苦 所以我決定先結束他的生命 那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反覆 我相信很多父母親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真的是 哼娘了很久 然後 反覆思索 甚至 在網路上 Google了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自己想像了很多的畫面 然後才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不會有 我今天在說 越慎重的事情 越 可以 擺脫到的壓力 我的結論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不夠慎重 你就越容易被世俗的壓力所壓垮 我很慎重的自己去面對這件事 就像我剛才分享的 我在拿著自己的胚胎 它是自己自己 這是自己自然死亡的一個胚胎的時候 我就在想 那我曾經在20年前 我是怎麼樣對待我自己故事裡面的生命的時候 曾經這20年來後 其實我覺得我為那件事情受苦 那那個苦其實是整個世俗給我的 就是整個這個社會所呈現的各種話題 在怎麼樣陳述說一個 一個墮胎的女性是什麼樣子 或者是一個 好啦 一個不守負擔 或者是一個放蕩的女孩 這種想像這種話非常的多 然後這種東西都在暗示我 我是一個被怎麼樣化合的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不苦嗎 我覺得我如果沒有好好的去面對我自己 去做這個決定的過程 我才會受整個世界上 怎麼樣評論我的這個苦 但是我只要好好的自己去思索 自己去面對 我就發現那些都是假的 我自己怎麼看待生命這件事情 才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我沒有認為自己曾經 這樣子的說法 自己好好的去看待一個生命 我怎麼樣去讓它離開 或者是我決定讓它留下來 這個整個的思索過程 並不會加諸道德的枷鎖 反而是我們這個世界是怎麼樣 在很輕易的評斷一個人 評斷一段或者是死亡 或者一段罪行 或者是怎麼樣的決定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常常是非常非常難的 非常讓人家很難通過的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覺得用死刑 並沒有到那麼的罪惡 就是說就是對 但是我相信你說的 我們這個世界有太多太多的說法 確實會家族給一些父母或一些女人 一些枷鎖 那個枷鎖是很沉重的 是真的 有可能這句話也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我很相信 要自己去面對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有什麼其他的朋友 幫你幫我講的 對 我是有一點好奇 是 因為我後期是 要請他 對 就是 家是講的 非常難看 對 是他很未免 對 我先講我是非典型不擔心的醫生 好 那個 台灣要找得到幾個這樣的醫生 不知道 可能 找得出來嗎 好 那 基本上我是在醫學 醫生的社群裡面被罵的 被變幽化的那一個 那 醫院提到 只要提到居家生產 就等於不進步 等於落後 等於不顧媽媽跟小孩的生命安全 那可是我剛剛要不斷的去強調的是說 其實今天如果是請住產師居家生產的話 住產師是一個專業 那一個健康順利的生產 包括不順利的生產 他們也知道在什麼時期 他要轉介 對 那我們之前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說之前有一個案例是找家帶藥居家生產 那 因為孩子有一些狀況 就是產生進展不良 那 評估上 覺得這個產生不應該再繼續留在居家的環境生產 可能有一定的風險 就轉到診所來 讓我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所以 你要說醫療界的看法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非常二元對立的一種方式 可是其實生產這件事情 可以非常細膩的去看待它 所以我才會想要把 我覺得居家生產 他讓這些參與居家生產的產家 其實他們提供給我們 一個生產可能有另外一種可能性的視野 而促使我想要在醫療院所把這個東西做起來 那 這個其實完全是不同的醫學的典範 就是說大家在影片裡面也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隸居生產的那一個片段 其實 我們以前在醫院就是這樣對待人家的 就是 我看他那一段的人一直哭 就是說 我是在反省 就是我們以前被教的就是這樣對待人家 大家覺得那一段很兇嘛 很恐怖很沒有人性嘛 可是大家可以想像我們 其實我自己受制的過程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啊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先生就是內疹的時候 只能被關在外面 然後 家大家要去陪產也是拜託他們 其實是一個例外 就是說通常規定可以陪的都是家人 可是在最重要的時候 孩子要出來的就是 家人也不能在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非常 完全不一樣的生產環境 那會常被質疑就是說 我們這種做法 就是那種生產做法 會不會比較危險 可是其實我 我目前這樣子的做 接生到第28個 我可以跟大家說其實是更安全的 那要舉一個怎麼樣的例子呢 就是說 太輕易的去用催生 我講收縮這件事情 好了就是 媽媽收縮 要下一次的收縮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是誰啟動的 其實是寶寶啟動的 就是說 媽媽這一次收縮 其實收縮的時候 胎盤血流離開過得去 所以媽媽的子宮在收縮的時候 孩子相對是處於缺氧的狀態 所以孩子生靈會開始有一些反應 釋放一些化學物質 回到媽媽的血液裡面 當他身體覺得好了 我可以承受再下一次的缺氧的時候 這些物質告訴媽媽 媽媽再啟動下一次的收縮 可是 我們以前在醫院 就是不管教科書或產科的訓練室 十分鐘之內 如果沒有超過三次的收縮 這是無效的公縮 你就要加藥上去 讓他十分鐘之內 一定有三次以上的收縮 才會是一個會進行的產成 可是我們現在不醫療 就是不藥物介入的生產 即便到後面媽媽很順利的把小孩生出來 他一次到下一次的時候 都可能拉到十分鐘以上 那這在我以前受的訓練裡面 這是不可能生得下來的 可是人家都生下來了這樣子 那這給我每一次每一次的 每一個產家都給我很大的學習跟提醒 就是說當你靜心去等待 其實生產有很多很多很細膩 不管是媽媽釋放的訊息 或寶寶釋放的訊息 其實是讓整個產成更安全 而不是更危險 那我希望能夠改變的是這些東西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母體跟寶寶是最受尊重的那個主體 然後他們釋放的訊息 每一個都有被catch到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會降低那個危險的程度 就是你目前的接生 到現在一個很大的想法這樣子 好的 那我朋友有什麼想要聊一下 等一下 大家好 接下來我先用華語說 我也很肥啊 我也在學 這是很肥啊 這是用華語 很肥啊 真的很肥啊 很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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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要分享一半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基因的事情 就是 沒有提到說 會不會有什麼殺人的基因啊 或是什麼暴力的基因 或是決定這個人 未來會怎麼樣 他只是 決定了這個人 在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就像是 他沒有講這個 有講說 一個 自殺的新少人 可以去分析他們的基因 其實會發現到他們的基因是 假設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容易有一些傾向的基因 可是真正的決定 他還是在 他接觸到的環境 他學習到的東西 有可能是一個 假設真的有一個暴力基因 可是 會不會啟發這個暴力基因 是決於 他有沒有受到一些 反性或是家暴之類的 這才是整個關鍵 所以基因並不決定 一個人會不會去偷竊 會不會去殺人 這是各種社會環境 跟家庭是最有環境的事情 我想要呈現一點 所以 了解一些人 就這樣兩關於上學 好 謝謝 我覺得這個 這個學說可能會被 蒙龍拿去 作為反對 統治教育的 做法 沒有我只是這樣講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整個基因應該只是 成為我們自己身體 為什麼我頭髮是黑色 為什麼我的臉是這樣的一個因素而已 可是到底我重不重視 他所表現出來的這件事情 比如說 說黑皮膚的基因 為什麼會被看見 會被拿出來討論 那是因為這個整個社會 怎麼看待內皮膚這件事情 所以一樣的道理 同志 有沒有 能不能被接受 這整個社會怎麼看待他 他到底拿出來 為什麼要去討論他是先天或後天 這樣子的狀態 其實 這個討論的命題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那我這時候也會這樣講 只是在說 沒錯 基因真的只是一個狀態 那至於這個狀態 他最後會怎麼表現 當然跟這個人的決定有非常大的關係 跟這個討論 跟這個整個社會怎麼暗示 怎麼互動 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我們到底是要看見什麼 有時候那個看見才比較是 你們要說的東西 這樣子 好像怎麼有點 好 我想我們先到這裡結束 讓大家 因為之後我們還要 還有需要說成績的時間 所以我們提早先結束 然後大家有 大家討論的可以先跟 然後就直接到前面 來跟我們的講論 討論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